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在那个视频里面只是前面出现了这段衣服 所以今天呢我又把它穿出来了 应该不会让大家觉得我怎么又穿这件衣服吧 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是ZARA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ZARA买到 然后今天的产品都在这个框子 然后这些产品里面基本上90%我都带去了西班牙还有葡萄牙 你们可能也见过了其中很多 不过我觉得有一些产品是真的特别好用 很值得我在今天的视频里面跟你们具体的分享一下 先从我头发上面这个说起好了 这次我出门呢也带到了这个产品 就是这个炫湿真颜修护防热护发喷雾 我是天天洗头天天吹头发的人 不管是多好的吹风机 它都是会对头发有所损伤的 因为它是热风 热风就会导致头发干燥缺水 我自己私底下有用油类 折理类的各种各样的护发产品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吹干之后它其实会失去一点的蓬松度 而且可能会粘在一起油腻腻的 然后炫湿这款呢它的名字好像叫防烫的小心 就是专门针对于如果你经常做造型 或者你天天是吹头发吹干的这种人 它的个头刚好可以放进我随身的那个洗漱包里面 所以我这次去西班牙我也一直带着 这个月我用它的频率非常高 Transeme这个牌子其实我在YouTube上看到很多年了 是美国的一个专业的发廊品牌 纽约时装周的21G的指定品牌 主打的就是阻热防热护发 因为我做的头发像今天这样的卷子我不会经常做 但是我会每天吹头发 我每天吹头发之前呢 就是在头发半干的时候就喷它 它喷完之后再吹头发 就跟你没喷之后吹出来头发是一样的 它其实是有阻热的效果 你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你长期使用下去 你就会发现你的头发不会像之前那么的干燥跟毛燥 你要亲自使用你才会发现它是会有用的 我不知道你们又没用过市面上其他的那种防热喷雾 喷完之后手上会有一点黏黏的感觉 我刚才已经用了它了 我现在手完全是干燥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味道很好闻 护发产品特别重要的就是味道一定要好闻 另外一点呢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它的包装设计 在瓶口这个地方有一个lock跟unlock 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按下 它这个地方才可以喷出来 但如果你要是收纳的时候放进旅行箱里包里面 你就unlock把它锁起来 它就喷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挺安心的 它后面有写 它里面含有八种非常好的护发精油 在成分表里面也有写 它含有摩洛哥坚果油 椰子油 还有毛瑞驴果油 你每天都要做一件推头发的事情 你不如坚持使用一个这样的产品 它可以慢慢的将我的发质变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挺棒的 推荐给你们 接下来呢就是我的妆容 第一个要分享给你们的是这个 这个呢是拉杜利的一个隔离 这个产品是我去年底在香港的专柜买的 我完全是忙买的 没有做任何功课 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味道特别好闻 乳白色 蛮乳液的 不是那种非常难推开的 它是这种滑溜溜的感觉 但是它上脸不是褶里状 它不会搓泥那种问题都不会有 我就非常轻薄的这样把它就推开了 但是它有润色的效果 它润色的效果非常自然 会让你很自然的提升一度 不会假面 我之前不是有推荐过 ZA的隔离吗 那个珍惜美白隔离乳 因为它是纯白色 然后它又有一点厚 那种如果你掌握不好的话 很可能会假白 这款就完全不会 它推开之后脸上是有一点点的黏 但是这种黏不是那种很油腻 很恶心的黏 是刚好可以帮助你后续底妆 服贴在你脸上的那种程度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黏的话 你就轻轻打一层散粉 你也可以直接这种素颜的情况出门 没有问题 它的香味真的是特别好闻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是非常清淡的花香 就是很符合他们家的这种形象的味道 然后它的防晒指数是SPF30 PA三个加好 所以我觉得在夏天用这个还蛮好的 它的防晒指数我觉得算是 格力里面偏高的了 然后你用它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说用量太多会怎么样 它用量多也不会造成你皮肤太厚 妆面太厚或者是太假面的情况 所以我个人还挺喜欢这个的 我觉得这个超冷门的 如果你对拉杜利的产品感兴趣的话 可以买来这个试试看 接着呢就是我要强烈推荐 不过这个东西已经出现在我两个视频里面了 一个就是我的测评视频 还有一个就是妆容分享视频 这个就是我这个月超级超级喜欢的 Dolce & Gabbana的这个润色霜 它的名字叫做Millennial Skin Tint Moisturizer 你们在两个视频里面其实都看我用过 我今天用的也是它 它的质地有点像乳液 你用手指或者用排面 但都可以把它推得非常好 它很容易的融合进你的皮肤里面 不会有任何负担 遮瑕力中等吧 它不可能叠加到很高的遮瑕哦 就是你的遮瑕力可能慢慢慢慢减弱的同时 你不会说斑驳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它不斑驳 你脱妆可能会有脱了 这个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比较难买 因为它在香港才有柜台 好像Travel Retail就是 免税店好像都没有见过它 你们可以去淘宝上面找代购 我发现有代购在带这个产品了 我下一次去到 有Dolce & Gabbana的专购 我觉得我一定会囤货 这个是我目前用下来最喜欢的底妆 相见恨晚的感觉 如果你是黄二白的人呢 你可以用我的色号是 Sand Light Sun这个色号 如果你比我白的话 你应该可以用Light 2 如果你超级白雪公主的话 你可能可以用Light 1 这一款其实是我以前推荐过了的 CPB的无瑕遮瑕棒 我的色号是Beige 这款产品在我刚收到的那个月 我就已经在微博上面分享过 我超喜欢它了 但是我没有在视频里面讲过 所以我今天把它拿出来 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它更适合用来遮痘印 你们都知道我这个地方 就是从上个月开始 就开始有一个痘在这边 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还能稍微看到一点 它的痘印颜色真的非常深 这款产品是我这次带去西班牙的一个遮瑕膏 它非常适合遮痘的原因就是 它用量很省 遮瑕力非常高 我觉得最适合用它的方法就是 就是我在上一支化妆视频里面分享的 用圆头的手指刷站去 然后这样子打圈上 非常快速 而且用量极省 看不到任何边界 然后我现在遮痘呢 已经不想用任何其他的品牌的遮瑕膏和刷具了 我只想用那个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棒 如果你有什么很顽固的痘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 缺点就是比较贵 但是它用量很省 这已经用了连续一个月吧 连续一个月哦 它就只下去了这么一点点 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么多 这应该可以用一年吧 我觉得这个挺省的 然后快速再过一下 这是开放地的散粉 Lock It 我今天不是很想把它放进来 因为我在微博上不是发了一个微博吗 征集大家想要看的散粉 或者蜜粉饼的分享和测评 然后那个里面就有一个这个 我这次把它带去西班牙使用 它真的表现非常好 我不想着急的推荐它是因为我还买了其他几款 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散粉 然后一共是六款散粉 包括这一款要做一个测评的视频 所以如果我在今天的视频里面分享了这个爱用呢 可能会有人想要去买它 但是说不定在那个测评的那个视频里面会有更好用的 所以我今天只是把它一换而过 我真的蛮喜欢它的 然后我今天脸上的散粉定妆也是用它 不过呢我还是要等到那支视频 那个视频会在我的频道的八月份一定会上这支视频 接着呢就是眼影嘛 眼影你们肯定知道 我最近超喜欢这个Ubendecay的Born to Run眼影盘 然后这个眼影盘最近风筝的很大 我为什么突然间喜欢上了它呢 我其实已经拥有了一个多月了 我当时看到第一次呢 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 我就觉得颜色有点闷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深沉的颜色 但我真的使用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这盘真的超级实用 我今天的眼妆也是用这盘画的 然后今天用到的颜色呢就是这个金色 这个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这个盘里的颜色 然后还用到了一点这个 用在了下眼尾 然后还用到了这个咖啡色 用来画上眼尾 然后这个用来画眼线 今天用到了四个颜色 我这一盘一定要出一个配色的图纹 你们如果还没有看过我的眼影配色图纹 你们真的 我的功课里面最干货的 应该就是我的眼影配色的图纹吧 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去到 我的Bilibili或者微博都可以看到 我为什么很想推荐这盘呢 就是我觉得它里面的颜色 都非常适合亚洲人 其二呢 我觉得它的眼影的粉质非常好 有一点点的飞粉 但是这个飞粉的程度完全不影响使用 你只要把鱼粉抖掉就好了 然后其三呢 就是这盘眼影真的非常适合 带出去旅游 它什么颜色都帮你想到了 连最深的黑色 最浅的这种乳白 眼窝色 我最喜欢这种奶茶眼窝色 它也有 然后有几个比较难以平时驾驭到的 比如说这种蓝色绿色草绿色 它都是做成那种非常灰的色调 这种色调呢 在脸上就不会说太突兀 而且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镜子 整体的厚度 也不是非常厚 你们看一下 觉得可能就1.2公分 而且它整体的重量也不是特别重 加上镜子 我觉得真的挺棒的 我越来越喜欢它了 一开始我还有点嫌弃 觉得它的封面有点像冰箱贴 然后后来又觉得 嗯 其实还好 而且它不太会有手印 因为它整个都做成这种光滑的质地嘛 真的是越用越喜欢 非常推荐大家购买一盘 然后之前有人问我 Huda Beauty的沙漠盘 还有这一盘更适合平时入手的话 我会更推荐这一盘 Huda Beauty的颜色虽然说也好看 不过那个里面大部分的都是紫粉调的 有几个橘色 但是还是属于色系比较局限吧 不过有一点就是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偏光色 所以如果你想说很喜欢收集偏光色眼影的话 那沙漠盘可能会比较适合你 不过你要是走实用路线的话 绝对是这一盘 我的嗓子已经哑了 我的嗓子已经哑了 除了那个眼影盘之外呢 我的眼镜上还有另外一个产品 也是我分享过的 就是这个 Steela的Glitter & Glow Liquid Eyeshadow 我的色号选的是Rose Gold Retro 我其实在上一支视频里面是用来画卧蚕的嘛 但我日常呢其实很少用这么闪的画卧蚕 我平时喜欢用它画在眼皮上面 这样子眼皮上面的颜色还是主要比较亮的颜色 卧蚕呢我就尽量让它不要那么夺目 因为那样的画有点 看起来妆感有点重 真的是名不虚传的好用 为什么 它画在手上非常顺滑 顺滑的同时呢 它很好晕开 你们看它晕开的非常好 不会有结块的现象 你可以画完整个眼妆之后 再把它叠加在你的眼皮上面 它不会弄坏你之前的粉状眼影 这个是我觉得它非常加分的部分 我之前有用过Colourpop的眼影 好像叫Supernova Shadow 然后那一款呢 它就会导致我的眼皮斑驳 然后有可能干得太快 你blend不开 有比较才能知道什么比较好用啊对吧 它虽然名字叫做Rose Gold Retro 但是我觉得颜色没有很玫瑰 它就是这种淡淡的 有一点偏暖调的金色 我觉得真的很适合亚洲人去使用 然后接着就是嘴巴啦 又是两个你们都知道的产品 这个是NARS的高潮系列的润唇膏 这个是我最近超喜欢的 Fenty Beauty的Freco Fista 然后这两个产品 是我最近最喜欢最喜欢的唇膏产品 太喜欢了 这个高潮的润唇膏 上嘴没有太多的颜色 不过你绝对是可以看到它的存在感的 看到吗 它其实有一点点轻微的粉红色 出门去超市或者是上学的高中生 你涂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它特别滋润 涂在嘴巴上有一点点淡淡的光泽和粉红色 我觉得特别少女 它包装又很好看 Fenty Beauty的这一款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今天也用了它 很淡很淡的涂 这个是厚涂 但如果你薄涂它的话 它变得非常橘 有点像辣椒酱的感觉 好适合夏天 Fenty Beauty的唇膏的质地做的超好 有点像湿湿的泥土的感觉 不油腻 就如果你用过阿玛尼的红管唇用 然后我觉得这款产品就有点像那个产品的唇膏版 这两天因为在西班牙很热 都有一点化掉的感觉 如果你要是夏天出门带它的话 放到很热的地方烤它 它绝对就化了 它特别小巧 你随身带 放在包里也很好看 玫瑰金的颜色 不过我觉得它手感就有点轻吧 没质感 不过看起来是很好看的 然后最后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个指甲油 我前两天在微博的微博故事 还有Instastory 都分享了这个 这个品牌叫做Yves Rocher 73 Vert 是我在西班牙旅游的时候经过的一间店 我觉得这个好像在新加坡也有 但是我旅行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店 然后我就进去了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加坡的柜台里面 没有卖彩妆的系列 只有卖一些护肤品 或者是身体沐浴产品 然后个头都是这样子小小的 很可爱 比较喜欢 除了颜色之外呢 它的刷头是这样宽宽的 特别喜欢这种宽宽的刷头 它就会刷得非常快速 而且比较容易刷匀 不容易出现一条一条的那种情况 有一点挺神奇的 平身的颜色比我涂出来颜色要淡很多 但是我其实蛮喜欢这种稍微颜色深一点的感觉 比浅色更好看 显得手更白 我喜欢这个 今天所有的产品呢 我都会放进我的微信公众号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产品链接放在里面 你们可以去看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